好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啊 接下来该第二步了 是吧 就是二直化处理 那我们就看一下二直化 咱们现在插入一行 这个呢 就是二直化处理 那么我们CV2呢 提供了二直化处理 咱们现在呢 就使用上边葛瑞这个图片 葛瑞呢 是我们使用 OpenCV返回的这个灰度化处理的这个数据 这个呢 就是 灰度化的图片 然后咱们就使用CV2 里边有一个叫thresshold 里边有一个thresshold 这个thresshold就有预值的意思啊 shift tab 大家看这第一个参数是不是src啊 咱们就把这个src给它放上去啊 那就是葛瑞 是不是 这第二个参数叫thress 这个这个英语单词就是预值的意思 这第三个参数就是max value 这预值是吧 我们范围是从0到255 那咱们就给中间这个127 如果你要是小于127把你变成黑色 如果你要是大于127 我就把你变成多少呢 255 你看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max value 这第三个参数呢是type 你像这个type是吧 这个这个就是咱们cware它提供的常量的 那咱们看一下它有几种type啊 你看咱们往下看啊 type这个paramuse是吧 这个also the specific value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类型 有没有给说一下啊 看type这说了 是吧 叫做threading hose type 这个它让我们去看thread hose type 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是吧 那它是常量 咱们就可以调用cware底 叫做threadth 叫做threads 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 你看一共有几种 一共有几种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是不是啊 其中这个binary 是不是就是二进制的呀 要么是0要么是1是吧 那就是要么是要么是0 要么是255 咱们现在使用这个啊 那么它就会为我们返回一个值 咱们起个名啊 叫做grey2 现在我们就去显示一下 刚才大家看到了 咱们这个grey 呃我们进行灰动画之后 这个grey是什么样 有的颜色深 有的颜色浅 是不是啊 好 那咱们现在呢 这回再来一个啊 cv2.1米之瘦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二直化 我们起个名叫threads hold 将咱们的grey2作为参数放进去 然后cv2.1米之瘦之后呢 哎 我们给它来一个wait key 0 cv2.1米之瘦之后 现在我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啊 except cv for argument matter 呃 啊 明白了 咱们这个grey2 它返回的是两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grey2是什么啊 咱们插入一行 现在上面这个代码已经执行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grey2 咱发现你看这个grey2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是一个圆组呀 这第一个数是不是就是咱们给的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呀 我们不是给的127吗 所以它就是127 所以那么我们就接收一下啊 t逗号 t就是相当于咱们给的这个预值 就是小于127把它变成0 大于127把它变成255 现在你看我执行一下 大家看这张图片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看906 少了是不是 为啥也少了 我们给的这个预值是不是有点 是不是有点小呀 是吧 因为那就相当于 其中有两张图片的颜色呢 它不够深 是不是就被过滤掉了 把它插掉 咱们现在把这个值给它调大 调成多少 220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一直行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全出来了 就0068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值可以调大 可以调小 这个预值嘛 是咱们自己来调整的 来咱们在这插入一行 那参数2 咱们的参数2呢 是我们的预值 咱们可以来调整 调成220就意味着 你看220也就意味着 如果要是大于220 我是不是就把它变成纯白呀 就把它变成255 那如果要是小于220 咱们是不是就把它变成纯黑呀 对吧 变成纯黑 现在咱们这个数据当中 格约2当中 要么是0 要么是255 没有别的数了 就没有别的数了 好 这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最后这个type是吧 咱们最后这个这个threads 就是type 我们现在用的是binary 它还有其他的 等我们以后再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合适的就可以了 thres叫threads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叫做osotsu 咱们试用一下这个看一下它怎么样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你看ostu 是不是有的图表给消失了 是吧 你像这个8是吧 也就快消失了是吧 我们再换一个 还有其他的 来一个type件 比如咱们来一个to zero to zero 这个你看这个叫to zero to zero是不是就变成0的意思 你看我执行一下 来这个的效果和他们刚才是差不多的是吧 那这个数据呢 也是要么变成0 要么变成255 它90068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这个thread的这个数据啊 它在进行变换的时候 把一些数据变成0了 但是有一些数据是吧 我们发现它是靠近255的 那这个to zero呢 它是把那些这个 小于220的 全部给你变成0了 这个大于的呢 怎么样 是不是没变呀 大于的是没变呢 而我们的这个binary 它BA binary 咱们现在执行一下 这个binary是吧 它呢 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执行一下 只要我们现在去运行 现在大家看这个结果 要么是0 要么是不是255呀 我们调用方法 可以去查看一下 np.uniq 小框 看我们一执行 大家看 只有几个数呀 0和255 我们把这种操作就叫 二值化 二值化就只剩两个值 我们刚才所显示的这个图片效果 就比刚才要好一些了 是不是 因为刚才这个图片有的颜色是灰 有的颜色是浅颜色 有的颜色是深颜色 是不是 现在的话这个图片 你像这个90068全是大黑了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背景这儿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噪声 是不是 那咱们呢就想办法把这个给它去掉啊 好 这第二个就完成了 我们在上面来一个注视 叫警号 警号 这个呢就是咱们二值化处理 我们最上面这个操作呢 就是图片的灰度化处理 插入一行 markdown 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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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图片的灰度化 处理 我们在这儿介绍了好几种方法 那接下来咱们往下看啊 接下来咱们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 转过上markdown 警号 警号 呃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八领域过滤呀 是吧 八领域过滤 我们将它的这个噪声是吧 给它这个去除掉 好 那么 这个叫做八领域 这领域就是离它最近的八个顶 你看领域呢就是距离 呃 距离这个最近的八个顶 距离最近的八个顶 所以这叫八领域 我们这个图片 你看这叫八领域过滤 你看我们这个图片是不是二维的呀 现在这个它是黑白的 它是二维的 二维的是不是就带有长和宽呀 对对对 那你看如果我想要找它 假设说咱们这个底儿 你看我画一个图 这一个框呢就代表一个顶 看一个框就代表一个顶 那假设说我们以中心这个顶为基准 看中心这个顶 大家看离它最近的八个顶 是不是看离它最近的八个顶 是不是就是它的这个上下左右 还有这个这四个顶呀 是吧 那它是噪声 怎么去判断它是噪声呀 这个底儿是不是孤立的 其他的底儿是不是和它不一样 如果它又不是噪声是吧 我们就能够找到 你看就是和它离得比较近的是吧 颜色都和它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 它邻居的这个特征是吧 把它过滤掉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它过滤啊 好那么咱们在下面 我们就写一个方法 叫DEF 叫REMOVE 叫REMOISE 叫REMOISE 我们给它过滤一下咱们的数据 那这个方法当中呢 咱们传一个IMAGE 然后呢咱们再传一个K 这个K呢让它默认值是4 就是八领域过滤是吧 只要你这个有四个条件成立了 咱们就把你过滤掉 是吧 你看你不是有八个邻居吗 假如说你这个底是噪声 你噪声是不是说明你的颜色比较 就是说这个这个数值是不是比较小呀 当我发现你的邻居当中是吧 有五个值都是白色的 那怎么样 你看你旁边的邻居都是白色 你看你旁边的邻居都是白色 就只有你这个底是黑色 这说明你是不是噪声呀 我就可以把你变成255 所以说咱们这个K呢 就是过滤条件 在这呢我们做一个这个注释啊 咱们这个IMAGE呢 是我们要处理的 IMAGE是我们要处理的数据 咱们这个K呢是过滤条件 我们是找了八个邻居 八个邻居当中只要有四个满足 那咱们就给它过滤掉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我们首先在这儿呢 得到了这个IMAGE 咱们首先获取IMAGE的形状 Shape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获取 它的W和H了呀 这有了W和H 你看有了W和H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来一个 FOR循环了 FOR X IN 咱们的润脂 W然后来一个冒号 然后FOR Y IN咱们的润脂 咱们是不是来一个H呀 我在判断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对这个图片当中的 每一个底都进行判断呀 所以说我们两层FOR循环 你看在这儿呢 注释一下 咱们来了两层FOR循环 我们呢是判断所有底 它周围的个数是否满足 它所有的底 所以说两层FOR循环 两层FOR循环 大家想 这个图片肯定有边界 是不是啊 边界是不是EF 咱们的X 如果要等等0 这是不是它的边界 O Y如果等等0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边界 是不是啊 还有再来一个O X如果要等等W-1 这是不是它的边界 这是它的右边界 是不是啊 然后再来一个O Y呢等等多少呢 H-1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边界 如果要是边界 我们就知道 边界上的底 咱们肯定是不会考虑的 是吧 如果边界上有黑底了 咱们怎么样呀 直接就把它 这个X和Y放进去 直接就把它弄成255 是吧 弄成大白的 你看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条件啊 那然后的话 咱们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好 那接下来 咱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了 这个判断的话是吧 我们专门写一个方法 专门写一个方法 咱们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get N-E-I-G-H-B-O-R-S 叫getNeighbors 获得它的这个邻居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需要将 这个E值传进去 需要将X坐标传进去 需要将Y传进去 就刚才是E 刚才是E服是吧 咱们还得来一个条件 叫else啊 如果要是满足这个是吧 我们就 我们就进来 接下来来一个else 然后冒号 如果要是else的话 是吧 咱们就判断一下 看它的这个 有多少个邻居数量 是吧 是 就是看它的这个 八领域的这个 数据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方法 现在还没有呢 那咱们呢 就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要有一个返回值的 这个返回值呢 我们叫做N 它返回值叫N 然后呢 我们就来一个判断 E负N 这个时候这个N 是不是就要和咱们这个K比了呀 那这个N就要和咱们这个K比 如果咱们的N 它要是大于咱们的K 咱们就怎么样 是不是就要把这个底下 给它处理掉呀 怎么处理呀 那就是IMG 一米中国二X和Y 把它变成多少呀 255 就把它变成255 也就是说 你看 我们getNeighbor 是得到它什么样的邻居数呀 请号注释一下 咱们获取它的邻居数量 这个邻居是吧 这个邻居呢 就是这个纯白色的邻居 就是纯白色的邻居 就是一个底 它纯白色的邻居是吧 如果要是大于 纯白色的邻居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 大于四个 那说明你这个底 是不是就是一个噪声底呀 我呢就把你变成多少呢 255 是吧 所以说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上边不是 执行了这个代码吗 你看我执行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当中就有一个 你看这就有一个噪声 是不是啊 这是噪声 那这个噪声是吧 我们去找它的邻居 去找它的邻居 那咱们就发现 你看它的边上是不是全是什么 很小的一个邻居 咱们就发现它的边上全是 是不是全是白色的多呀 黑色的少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认定成噪声 然后把它变成啥呀 纯白色 这个你想这个盖是不是就消失了 所以说 这是咱们的这个判断条件啊 E和这个N大于K 咱们就把它变成255 那getneighbors 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呢 我们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那咱们就 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再定义方法啊 咱们呢就在上面 那就是def 叫做getneighbors 这个当中又有一个参数 我们这个参数呢 叫做 叫做1米帧2 然后传一个x 然后咱们传一个这个坐标啊 这个 传的这个坐标呢 叫做 x 看一下咱们和下面这个xy 让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第一个传的是h 第一个传的是行 第二个传的是列 咱们就叫r和c吧 ro和c 你看你用什么字母表示 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然后咱们来一个冒号 好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有了这个getneighbors之后 是吧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来放循环了 我们找它周边的八个邻居 怎么去找它的八个邻居呢 for循环 for a in 中国号 让r减1 这是它左边的邻居 然后r r加1 加1是不是它右边的呀 然后再来一个冒号 for g in 中国号 c 减1 然后斗号c 斗号再来一个c 加1 看大家明白这个放循环吗 你看这个放循环是 是不是三个 里层这个放循环 是不是也是三个 这样的话 两层放循环 三乘一三 是不是就是九个呀 这不就是咱们刚才画的这个图形吗 你看我把这个图形再画出来 是吧 咱们给一个啊 这个画的可能宽 有的宽了 有的窄了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比如说咱们传的一个底 传的这个底是谁呢 中间这个底 这中间这个底 我们给的这个坐标是r和c 看中间这个就是r和c 那你想上边这个是不是就是r减1 下边这个是不是就是r加1 左边这个是不是c减1 右边这个是不是c加1 所以说你看这个放循环 是不是就把他周边的底给他找到了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 然后的话 咱们传来传到这之后呢 我们还得进行一个这个判断啊 到了这之后 那咱们就判断一下 E辅 E辅咱们的A 我看一下E辅 E辅咱们的A 因为有可能传进来之后 这个我们想一想 它有没有可能是边际啊 我们在 这个边界这都已经判断了 是吧 我想一想啊 E辅x等于0 Y等于0 这个 稍等一下 我想一下啊 这个r减1 现在已经不可能边界了 是吧 那我们大胆的去 大胆的去做就行了 那我们就获取它的数据啊 那就是一米之二 来一个这个中国号 一米之二来一个中国号 咱们将F和J放进去 判断一下它 如果我们这个值要是大于多少呢 220 咱们就怎么样呀 给它记个数 如果要大于220 咱们就记个数 为啥要大于220呢 因为我在进行二值化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就是给的220啊 对吧 我这个地方就是给的220 所以我们在这判断是吧 让它大于220 其实这个 这个大于200也行 因为二值化的 是不是里边只有0和255呀 是吧 但是我们这块还要给一个值啊 咱们就给上面一个预值吧 如果要大于220 这说明它是不是就是纯白色呀 对吧 那我们要找的就是它纯白色的邻居呀 这个就是纯白色 那你如果要是纯白色怎么样呀 给你记个数 咱们在这来一个count 我们让这个count等于0 如果条件成立 咱们就让这个count加等1 for循环结束 我们怎么样 return这个count 这个不就是咱们的邻居数量吗 是不是 来一个type件 我们对齐 好 现在这个方法就是getneighbors 那么 我们n 你看 这个是得到它的邻居数量 如果大于k 我们把它制成255 是不是 现在这个方法到这的话是吧 就写完了 咱们去 写完之后呢 我们去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地方是 这个invalided syntax syntax语法的错误了 我们是多少号呀 是lan9 我们9行这少写一个冒号是吧 那咱们就来一个冒号啊 少写一个冒号 现在来执行 这个方法语法没有错误了 那你看 我们这个方法 对于这个inval 进行了一个操作转换 最后这个方法 我们让它返回一下啊 然后我们让它return一下 看 放循环结束了 然后我们在这呢 return咱们的img return这个inval 那现在的话 咱们就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叫做remove noise 小括号 将img放进去 咱们就会收到一个数据 是吧 因为它return了啊 咱们这个起个名啊 这个里边应该放grade 是吧 应该放我们进行了二字化 处理之后的这个 这个grade啊 咱们来一个grade 叫grade2 那现在这啊 你看我们传了一个image 是吧 咱们不修改之前的数据 我们在这将这个image 进行一个copy 叫image2 就等于image.copy 给它copy一下 copy的时候 copy的image2是吧 咱们就对image2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改变啊 这个image2 image2 image2 返回的时候返回image2 这样的话 大家想咱们的 这个原来的grade2 是不会改变的 是不是啊 好 看一下咱们这个操作啊 image2 这个因为是拷贝的 所以说image1 这个image也好 还是这个image2也好 它的W和H 都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个定义了这个方法 这个里边 你看我定义成image2 碍事不碍事 我想一想啊 这个会会碍事啊 咱把它弄成3啊 下半者定义3了 上面定义3了 是吧 上面那个3已经 我们再去进行 灰度化处理的时候 或者说八连域处理的时候 已经 已经这个 已经不会用到它了 这个传进来 传进来吧 这个不传也行 反正也是 可以直接调用这个image2 是不是啊 不传也可以 传也可以 不传也可以啊 参数传递嘛 好 那么咱们现在的话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returngetimage2 对image2进行处理 image2进行处理 然后呢 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给它接收一个 叫result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result 它执行有没有问题啊 result就是ship 执行 执行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显示一下啊 那就是咱们cv2.imageshow 这个呢 就是咱们8领域处理的数据 是吧 叫8 neighbors neighbors 把咱们的result放进去 然后cv2.waitkey 给它一个0 然后让cv2.destroyallwindows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看这张图片 和刚才相比 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 看到了吗 和刚才相比效果 这就好多了啊 哎 这个就是咱们 这个8领域处理的 这个图片结果 是吧 你看 刚才这个图片是吧 这个密密麻麻的噪声 现在的话 这个就好很多了啊 我们再找一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可以 我们再换一张 如果要都可以 是说明就没问题了 好 那么 这个因为我们有好几步 是吧 那咱们现在的话 我们把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三步 给它合到一起啊 看一下 先看一下咱们的第一步 往上走 咱们第一步是图片的灰度化 所以我们把这个代码 复制一下 一直滑动到最下面 我们在这插入一行 ctrl v 这个就是第一步 有了第一步之后 咱们就紧接着执行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就对它进行二直化处理 我们往上走 咱们复制咱们二直化的 这个代码 那把这个复制一下就行了 Ctrl c 这回就不需要 在这进行显示了 是吧 这是第二步 叫做二杠二直化处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第三步 这第三步这是吧 是不是就是调用咱们这个 就调用咱们这个 remove noise这个方法 这个里边不需要再调整了 是吧 就是调用咱们这个方法 那咱们就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叫remove noise remove noise之后呢 然后我们给它显示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三步 在这儿呢 咱们来一个注释啊 叫做三杠 这个叫做八领域过滤 八领域过滤 那我们现在再换一张图片 这个不叫chapter一吗 我们再刷新一下 47062 右击 图片另存为 给它起个名 叫做 Captch2 保存一下这张图片 保存一下这张图片 图片保存成功 叫47062 那我在去 灰度画的时候 我Captch2 然后 然后的话 二支画 然后的话 去八领域过滤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47062 大家看这个6 是不是太太浅了呀 是不是被我们给过滤掉了 那我们再调整啊 咱们怎么调整呀 是不是在二支画这 对它进行调整呀 我们来一个 来一个多少呢 咱们来一个这个235 把这个给它给的更大一些 这样的话 就会保留更多的数据 执行 47062 是不是就出来了 基本上 你看这个235 已经很靠近255了 基本上 该剩下的 肯定都能剩下 再换一张图片 刷新 18920 右击 咱们保存一下 图片另存为 这个电脑卡到这 Chrome给未响应 是吧 那我们等待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 Chrome浏览器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啊 谷歌的 是吧 谷歌的产品 你看 也会出问题 是吧 你看也给崩了 当然这个肯定是跟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不是 跟我的电脑也有关 咱们刚才没有 没有特别的操作 是吧 点的也不够快 是吧 你看 就是人为点的 他也崩了 这个就是他的bug啊 你看 千锋的测试是吧 就是为了找这个bug 千锋的测试 是吧 有测试专业吧 就是为了找刺 是吧 看您这不行 是吧 然后这个bug提交一下 你看咱们保存图片的时候 还说这不应该有错 是吧 也有可能是我电脑反应不过来了 是吧 我们关闭一下啊 关闭一下 咱们重新的打开 看 现在关也关不掉 看就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 给它咔嚓掉了 点开这个任务管理器 这个Chrome浏览器 这块是吧 咱们就哪个不行 咱们就把哪个给它弄掉 结束任务 现在肯定就行了 是吧 结束任务之后 我们原来的代码还在 咱们现在再换一张 刷新 11325 右击图片令存为 现在呢 给它改一个名啊 这个就是3 叫Capt Capture 3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2 改成3 直减一下这个代码 11325 怎么样 这个时候也就出来了 那我们以后再遇到验证码 是吧 像这样的验证码 对于我们来说 这都是小菜一碟了 比较简单了啊 好 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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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